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国货彩妆呢大概是我在6月初买的吧 然后最近就是陆陆续续的有寄到 那今天视频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上两一波这个国货彩妆 那就非要多说我们喜欢妆吧 先把眼镜粘一点 好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脸 今天呢我有薄薄的涂一层粉底液 用到的是Makeup Forever的Reboot粉底液 因为只是轻薄的涂了一层 也没有涂任何的遮瑕产品 所以说呢脸上有些小刺线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重头戏来了 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试一下花西子他们家的这个遮瑕盘 OK大家不要激动 视频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Disclaimer 那就是本期视频呢没有任何的广告 没有任何的赞助 就是说对所有产品的出印象和使用感受 都是我自己最最最最真实的感受 先给你们看一下花西子的这个包装哦 它蛮中国风的 它整个盒子呢其实是比较轻巧 然后很轻薄的这种 里面呢是长这样 那它这盘呢分别是有三个颜色 这大块呢是一个比较偏白的颜色 我想大概是提亮色吧 然后最中间的这块最小的呢 它是一个比较深色的 我估计是用来遮皮肤的瑕疵 那最边上的这块呢是一个比较偏橘色的 我觉得用它来遮瑕黑眼圈是最好的 那我现在脸上有很多瑕疵 我们拉近一点好不好呢 就比如现在说先看这块吧 这个大豆豆 这个大豆豆也太会挑时间长了吧 净挑我买的这小Guardie Z 那我们先用稍微深一点的这个颜色 试试看吧 好像没有什么遮瑕的感觉呢 我先用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哦 是那种很软嫩的质地 我觉得用手比用它们配的刷子好一些 可能手有温度吧 就比较好取粉啊 好把它点在脸上 我连鼻翅周围这边都没有怎么上粉 因为真的想跟大家好好地试一下这个遮瑕膏 好深色上完了呢 点一点这个 不过它摸着好软糯啊 朋友们 我觉得遮瑕力吧 也就那样了好 那这个豆豆我们就把它放在标上吧 本来长豆豆的地方就不应该上太厚的彩妆 对 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提亮一下眼下 那这个橘色我今天就先不用了 因为其实我最近叫睡得蛮好 稍微有一丢丢的黑眼圈 但是呢并不上明显 所以说就直接用盘里最亮的这个颜色呢提亮一下了 我打算再用一下它们自己配的这个刷子感受一下它的那个 这个膏体啊一旦用手软化以后呢用刷子就会比较好用一点 鼻子放红的区域 下肢 下巴提亮 提去提亮哦 好这个玩意儿 这次我收到快递的时候 因为我是通过第三方转运嘛 然后这个豆它上面没有任何的logo 所以我不知道 这到底是我买哪一家的时候它送的 但是这个海绵蛋呢 真的非常的软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呢把遮瑕拍开 然后喷一点这个薄润美的喷雾 非常的好推开呢 好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遮瑕膏呢 就是它可以做到轻度到中度的遮瑕 但如果讲说它的遮瑕度特别高呢 那倒没有 对润还算是蛮润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画个眉毛吧 是宇哥家的眉笔 我的这个四号呢是02号色 它呢是一个双头眉笔 一边呢是这样子的眉梳 那我们先梳梳眉毛 另外一边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眉笔头 那这个眉笔呢 其实一样一定是皮肤上有油脂能会好画一点 我今天做手臂湿色的时候 发现它就是不太上色 但因为是手臂湿色嘛 所以说手臂上没什么油脂 所以不太好上色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上眼 好不好上色 因为它这个眉笔的鼻型呢非常的细 所以说特别的好就是画形状 然后做填补的话也蛮方便的吧 好朋友们 我跟你们说啊 最近墨尔本这边呢又再次封城了 不是墨尔本这边 整个维大利亚中的都封锁了 然后现在已经是stage3 就是第三阶段的禁令了 大家要继续在家待六周 上一个vlog不是才出去过几次吗 还没有happy起来呢 现在疫情呢又二次反复了 就很难呢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不管在哪里都是注意安全 对 然后很多人让我戴口罩 其实我经常出门的时候有戴口罩的 只是我录视频的时候不太戴口罩 反正你说我录个vlog对着镜头跟你们说话 戴着口罩你们又听不清 还算好画的 我稍微涂一点染眉膏吧 颜色稍微有一点界限感 染眉膏呢用到的是橘朵的 橘朵的02号色 接下来是眼影的部分 不过我先拉远一点 因为眼影的部分真的蛮精彩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都买了一些什么眼影啊 我不可能每一盘都用到 所以我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都买了一些什么眼影 先说这个吧 这个在我的下一个视频里面也会出现 它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碎了 你们看它是不是觉得 它的样子非常的熟悉 没错 它跟上Octubry 他们家这次圣诞节出的 那个颜色非常的像 给你们看 这个盘子里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非常的像 那众所周知呢 City家的很贵嘛 但是这个我是买的国货眼影 所以一盘可能才20多人民币 那如果你本身就对于做这种 跟其他盘相似的这种 类似于抄袭的感觉不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考的标入 可如果说你手头上Budget有线呢 就有一点觉得这个太贵 或者说买不到这个呢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盘 这个我是在淘宝一家店买的 我把名字打在这边吧 它背后写的牌子是矿资 但是那家店好像不叫矿资 同样的我还买了一个四色盘 因为它那家是买一送一路活动 而咋回事 我不记得了 反正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 另外一个四色盘呢 我买的是这种呢 它里面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的 bling bling 很好看的 显色度也非常的好 当然持久度呢 我现在不能确定 因为我还没有上眼使用嘛 然后同样的 我在他们家还买了两盘这个眼影 一个呢 是这种比较偏干燥玫瑰色的 这盘呢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它非常的像 3CE他们家的这盘 不过我后面呢 会跟大家做一支 评价替代dupe的视频 所以说大家可以 后面再去关注一下这两盘 那刚才跟大家提到 这个干燥玫瑰盘 我觉得也很好看的 它中间三个呢 都是那种bling bling的 珠光闪片色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两盘的这个我拿起来 大家就不陌生了吧 是小狗盘 这是哪个盘在这儿 对 Perfect Diary 就是完美日记 这个盘子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 而且它外面的包装质感 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ok 它里面的几个颜色 真的也还蛮好看的 那这盘呢 我已经有上手试过了 不管是雾面还是珠光 我觉得质感都是还ok的 然后它里面这个呢 是非常大的那种闪片 然后它边上有几个呢 是那种水光感的bling bling的 让我想起了 拍mygraph家的 对就是他们家的 这里面这几个 这里面这几个非常透亮的闪片色 就是质感的表现力 真的都非常的像 不过你要是手臂试色 仔细拉近了看了 当然还是拍mygraph更胜一筹 毕竟价格在那里摆着 就是它的粉质呢 更闪 质感呢 更好一些 但是完美日记这盘呢 就建议它这个价格 才100多人民币 一盘 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优秀了 但我觉得用它画出来的眼妆 一定非常非常bling 然后特别适合画那种 韩国idol妆 不过说虽然我还蛮喜欢这盘的 今天的视频呢 不想给大家用这盘 因为用小狗盘呢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新意 不过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呢 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 我们后面一支视频呢 一起用它来画眼妆 这里面这几个bling bling色 真的挺惊喜的 然后下个眼影盘呢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 其实随意搜的 就是应该是淘宝推荐给我的吧 在我买完几个国货品牌以后 这个品牌叫做 No No Notes 好像是叫什么 奈基子 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 也没有人跟我推荐过 我就是觉得 哎呀它的包装好可爱 我在他们家买了 不止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买的这个眼影的色号呢 是06号色 甜橘木场 它里面的颜色是长这样的 就非常暖色调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其实质感什么的 也都蛮好的 我今天做手臂试色 觉得它显色度也很ok 它两边的这个珠光色 是带底色的嘛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闪的那种 非常顺滑 整体来说它的包装呢 也是非常好看的这个种子 对那今天的眼妆呢 就用它画吧 因为我真的没有试过这个品牌 然后用到的刷子呢 是这个国货 Caledos 就是万花镜 以前这个品牌还给我寄过两次PR包裹 然后最近 他们出任何东西都已经不找我了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实话 万花镜这个品牌 即使他们不给我广告费 我也很愿意用他们的产品 然后在视频里跟大家推荐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真的 只能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我们就先用这个 哪个颜色画眼头呢 我们用这个颜色吧 看它飞不飞粉呢 它不是很飞粉哦 但是刷子上取粉取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显色都有不错 继续渊染一下 我换眼妆的时候问你们个问题啊 就你们觉得我的人设是什么呀 最近有让周围的人看我的视频 他们跟我说 看我的视频其实整体来说 质量什么的都非常OK 但是为什么就是关注的人很少嘛 然后最后总结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人设 就整个人比较平 比较无聊一些 我其实想一想 我觉得他们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正确 然后我就想说 难道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人设吗 没有人设的人就没有人关注吗 我虽然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啊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个人的性格 都需要跟别人有多大的差异才可以 而且一定要去在镜头前面夸张 我本身这个个性 或者表达事情的方式 是有一点难的 本身也就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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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普通的女孩子呀 就跟大家都一样的 那你们说我怎么样才能表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但同时又是我自己呢 我就觉得很难 我觉得这可能很多其他博主不会在视频里去谈 但因为我觉得 关注我的人一直都是你们 就你们会对我比较有了解 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些建议吧 就我以后拍视频怎么样去提高 而且我做视频确实本身啊 我就是想做一个全职的博主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博主的工作 能给我的生活增加一份力量吧 可以支持我正常的生活 让我多买点化妆品 买点漂亮的衣服是不是 就你看其他博主啊 尤其是那些做的好的 你一看到他 你就能从他身上看到一个非常明显 非常鲜明的一个标签 就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对这个博主有个非常直接的定义 但对我的话就 就只是一个美妆博主 其他什么呢 好像没有什么特点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性粉色太好看了吧 其实也蛮好晕染的 放个小头一点的刷子 还是用这个性粉色 这是性粉色吗 应该就是性粉色吧 我真的太喜欢只有奶油奶油的暖色系了 你知道吗 好看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颜色 它蛮闪的 但它其实说实话底色蛮重的 所以我不知道把它放在眼睛中间了怎么样 挺闪的 卧彩来一点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珠光深棕绿色 就是又棕又绿的一个颜色 哇 虽然它是个珠光色 但是它底色蛮强的嘛 我觉得都可以让它画眼线 看来 先稍微加强一下眼眉啊 下眼睛的眼眉的部分 横着画啊 有一丢丢下肢的感觉 那用这个我上次在Morphe买了一个眼部的套刷 它上面这种是这种比较橡皮塑胶的一个头 用这种跟这种大亮片色去搭配是非常好的 所以打算用这把刷子来上一下大亮片色 Oh my god 天哪 维亚宇最做作的语气说 Oh my god 这好漂亮 这好漂亮 再拉近点 卧彩少来一点啊 它的这个亮片色也是自带胶水的那种 可以粘在皮肤上 太闪了吧 维亚琳妈这里有盘眼影 它过度的闪会把人闪瞎 请立即把它抓走 好啦 这盘呢我觉得好看是好看 你看这很闪对不对 女孩子对于这种bling bling的眼影呢 真的是无法抗拒 闪的是非常闪的 但是要说它高级或者是粉质多细腻 倒没有 但anyway这盘总体来说我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这盘眼影只要五六十人民币 价格也非常便宜 好朋友们 我现在简单的去画一个眼线 把睫毛搞定 马上回来 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 我买了黑档他们家的这个修容盘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多 美妆国主都在推了 我是在他们淘宝期间店买的 当时有那个618的活动玩怎么回事 就是买这个呢 他还送个刷子 送个刷子不说 他们还送一个高光 对 摸一下这个刷子 远看是不是还不错 但是我自己说就实话 我觉得它的这个刷毛其实不在地 它的刷毛呢是有点粗糙的 除非它是正儿八截的羊毛或者是动物毛 那如果它要是纤维毛什么的 我觉得做的是有一点刺的啊 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接下来大幕留言告诉我 也稍微跟大家普及一下 他们家这个刷子到底是什么毛 就我现在这样摸起来 我觉得就比较一般 大家不过这是赠品嘛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吧 就是第一块这个最大的呢 是膏体 然后这边这个是粉 但这个是一个比较偏雅光的高光 你们看这里我已经摸过了 是因为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已经有刷过一遍手臂失色了 我来沾一点这个膏体 修一下我这一颗像水煮蛋一样的脸 哇 颜色很自然啊 好晕吗 我的天啊 蛮好晕染的 我现在相信了 可能并不是所有博主都是接了黑洞的广告 是因为这个玩意真的蛮好用的 他们才会在视频里用 确实不错 但是你们不觉得这个刷子有个bug吗 它两边的头都一样大 它不能一边这么大 然后一边弄得更小一点 这样还方便修鼻子是不是 那我这颗豆腺变得很明显 花西子的那个遮瑕膏我觉得不太行啊 持久度 我现在觉得我的脸颊这边这边 就是有花粉过敏的区域有一点脱妆 就是我觉得那个遮瑕度变低了 难受的错觉吗 接下来我自己拿我的这个修容刷 我们来蘸这颜色哦 你们有看成分破浪的姐姐吗 OMG我被张雨琪圈 她是叫张雨琪吗 搜搜 我觉得她好美好性感 就是她在镜头前面有些衣服穿着露肩 可能会显得有点胖 但是朋友们真的 我相信她实际看起她的身材 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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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感 我之前看那个节目之前以为 她肯定必跟人私逼 但是她完全没有玩 她性格太好了天 而且我觉得她练习的也蛮认真的 成分破浪的姐姐你们最喜欢谁呢 记得弹幕留言告诉我 哎 这颜色修鼻子也很自然啊 我的妈 那高光这边稍微上一丢丢吧 不想上太多 因为我还买了其他的高光 就是那种哑光高光该有的样子啊 粉质什么的确实挺不错 那这一盘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已经有成百上千个博主 已经跟大家推荐过了 然后这个腮红的部分 我又买了两个 一个是这个Girl Cop 青出的这种腮红膏 我觉得它这个包装很酷 它外面的那个纸质包装也很酷 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的颜色 它擦开呢 是有一点那种棕红色的感觉 还蛮欧美系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它质点是非常非常好晕染 另外一颗腮红呢 就是我今天用到的眼影的这个牌子 叫什么 G night Pink night G子 它本身里面是带一个塑料纸的 被我扔掉了 我当时把这盘一打开 我都吓到了 我心想 嗯 我好像没有买很多的修容产品 结果 朋友们 这居然是一颗腮红 你从盘子里这样看 你觉得它像一颗腮红吗 完全不像吧 我以为它是修容产品呢 然后你们再看官网的图 给你们对比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不像 是不是官网的图 看起来非常的嫩 然后这颗呢 就比较暗一些 但是呢 我后来有做手臂试色 我发现它在皮肤上呢 会稍微亮一些 会稍微嫩一些 对 就不像在盘里看起来 这么裸 这么灰掉的感觉 然后呢 它边上是带一颗高光的 它边上这个高光呢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它的试色 它跟黑浪送我的这颗高光 不一样 你看 黑浪送的这颗高光呢 是更偏金色 负金色的 这颗呢 就是更自然一点 然后耐机子的这颗高光呢 就是更偏白一点的香槟色 腮红我有哪一个呢 是不是这个更配啊 我先用一下这个吧 它上脸就没有那种很像修容的感觉了 对不对 这颗塞红还蛮好看的 意外的好看啊 可能 高光的刚说有两颗嘛 先试一下黑洞的这颗啊 因为这颗呢 它是比较低调的 先刷在这里给你们感受一下 是非常自然的那种珠光感 接下来呢 我在同一边直接上这个 耐机子 它名字好难念啊 耐机子 对 总想念成鸡耐子 有没有 哇 你看 这颗就明显很多 我更喜欢这颗的颜色 哇 好有水光感的感觉 我感觉我上的是高光高 并不是高光粉的感觉 这款大家去买吧 好吗 眼影盘都可以不用买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高级 但是这个好好看哦 这款大家去买吧 虽然说它里面这个盘子 刚开始看起来 腮红的颜色有点奇怪 但我觉得上脸的 这个表现都不错 我的这个色号是BH02奶浴蛋糕Cupcake这个颜色 然后唇部产品呢 有买了两个 一个就是 No No Notes 还是刚才那个耐机子的 还是基耐子的 耐机子家的 芝芝丝绒软唇釉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是V01 但同样的我也有在宇哥家买 就宇吉 买了他们家的一个这种 像太空仓一样的一个唇釉 那我个人觉得耐机子的V01呢 是更偏那种装红色系的 然后宇哥家的呢 就是比较偏眉红色调的 那我先试一下宇哥家的吧 我觉得最后我可能还是会用到这种装红色 就搭配我整套妆容 好丝绒的感觉 质力还蛮好的 嗯 这个颜色很好看呢 哇这个颜色很好看 那要去买吧 质感也非常舒服 一看就不是那种拔干的口红 但它是有点偏雾面的这种 嗯 耐机子还是基耐子 我不知道怎么念 耐机子 耐机子耐机子耐机子 重复一万遍 这颜色也很特别 比刚才那个美粉色的更有个性有没有 我跟你说国货的彩妆 现在真的做得越来越好了 妆类产品呢 我还是持保守态度 但是像彩妆一类的 什么眼线啊 腮红 眼影 包括口红 绝了 我跟你们说 真的就绝了 性价比很高 颜色也非常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妆容 那全两呢 基本上都是咱们的国货彩妆 那这次新入的很多 其实我都蛮满意的 像这里面有很多 它没有用的 就比如说这个啦 这个 还有就是 完美日记家的 有靠 这个塞红膏也没用到 那剩下用到的呢 就比如说花西子的这个遮瑕膏盘 我是比较推荐 给追求自然装小的人 那如果你要是想要一个遮瑕度 非常高的话 这肯定做不到 今天的眼影真的寒闪 bling bling的 用到的是耐基子这一盘 耶 终于没说错 黑暗的修容盘 我之前一度怀疑是广告做多了 但现在觉得应该是 真的是他们家本身的这个修容盘 蛮好用的 它家的高光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高光 但是呢 本日视频我最最最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腮红和高光双色盘 这个高光呢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水光感 并且它的这个腮红 虽然在盘里看起来灰灰的 但是上来 你们看 就是奶油杏子的颜色 大家去买好吗 而且一定要买02号色 品牌爸爸记得打钱给我 这两款唇油也非常不错 我觉得雨歌出的东西 真的质量都非常的好 从质体到颜色 真的都很好看 很日常 我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也非常有个性 就是那几次他们家的这个 V01对 好吧 那基本上也没别的啦 那我好像也没有试很多东西嘛 为什么我觉得买了不少呢 又试了很多新的彩妆品 并且大家都知道咱们国货的彩妆品呢 定价都没有到很高 所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都算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你要是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忘记给我点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朋友记得常按点赞三连 爱你们哦 不许白皮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